今天的台股量缩成了2000多亿而已 没有成交量就不会有电子F4 但是呢为什么我的标题写盘整出标股 什么样的股有机会 我的台股新攻略讲得非常清楚 今天货柜三雄开始动了 你有吗 你有货柜三雄的股票吗 你一定要看我的台股新攻略 还有呢 你想要在盘准中拿到标股 那很简单 就加入我的免费的会员影音 台股新攻略带你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同步曲林赖老师 感谢你每天准时的收看 好今天又新低量 大概农年过完农历年的一个新低量 那这个新低量 投资朋友就要想 投资朋友我们用一个简单 今天川普跟贺锦丽 今天大概三件事 川普跟贺锦丽的辩论 今天回答在高盛的会议里面 大概就要谈大概他那个blackware那个晶篇到底有没有递言 那事实上苹果股价没有什么了 所以苹概股的那个风潮也过了 那今天另外一个是今晚上的CPI指数 那个都不重要就重要 重要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下礼拜也不重要了 没有成交量了 投资朋友没有成交量了 没有成交量 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 要嘛这里就是大空头来了 不然你这个没有成交量 你自己想嘛 好我们再给这个大盘最后一个机会 联组会的利率会议 其实那个不重要 一码两码都这个华尔街现在讲 一码两码都是利多了 没有呢 因为指数没有涨啊 所以华尔街现在跟你讲 你像降一码降两码都是利多了 问题是你还是不会涨了 苹果心机不会涨了 对不对 都是不会涨 就是停在这里了 那什么叫做盘整出标股 什么叫做盘整出标股 什么叫盘整出标股 这边看到这个是什么 六方科KY 这就是标股了 金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几 这就是盘整出标股 你这支给你 要不是他长啥 我都还不知道他做什么 做金属的啦 有点像工具机的 基本金属 那些金属那一些啦 你不要以为只有他 你看这个啊 福茂油啊 你听这个就是 做沙拉油的 驰料的 对不对 这五十几块 五月分的五十几块 起来几个一百八 没有人会去想到这种东西啦 一三零七 这叫三方啦 他叫一三 你就知道 那个台塑重做到这个程度 他里面做塑膠的一堆 他说自己起到新高啦 他说我们静下心来 我们就这样子 其实现在每个头顾老师都很难讲啦 少在那边骗人的啦 对 还天天涨停的 天方是不是 天方夜谈是不是 还是六方 六方是不是 是不是他在讲这个 有谁讲这个 我是不知道啦 比脸皮厚的啦 但是 有一句话 同志们你在网上 用谷歌一下叫做 盘整出标股 这句盘整啊 就是说你现在没有量 就一定是盘整 问题我们现在讲这个 先讲时间 这个量要到什么时候 才会出现多空反转 要么就 我跟你讲 要么选举之后暴敌 要么选举之后大涨 你存两个多位 你存两个多位 为什么美国总统 这个华尔街 华尔街说 他们可能还会再辩论第二次 也是贺锦丽讲的 那贺锦丽 这个跟川普辩论完说 贺锦丽说 表现最 表现好的是贺锦丽 好坏 但不代表民调 上个礼拜是 贺锦丽赢一个百分点 这个礼拜目前为止是 拜登赢一个 而这个川普赢一个百分点 川普还说 如果他不当选 搞不好要闹个天方地付 所以美国股市 你想会不会涨 不会涨 这个行情就这样 2000亿 搞不好明天就掉到 2000亿底下了 可是有一句话就叫做 盘整出标股 因为量没有的话 就是盘整 不然就爆碟 准备大碟了 要不然就准备大涨 机会呢 没有啦 好朋友 今年就是没有 华尔街形容 今天早上的 川普跟贺锦丽的 辩论 叫做世纪大辩论 这么四五十年来 这半个世纪来 美国总统选举 没有像现在这样 风声鹤唳 第一个 太接近了 第二个选举完 谁当选都会有 可能都会有 有另一方很不服气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大国 美国的股市的市值 占全世界的一半 担当美国的股市的市值 占全世界的超过一半以上 第二名的是中国 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第二名是中国 你不要看中国这样 烂梦了 也市值也是有的 但是就算它的市值好了 也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美国的市值 市值是全世界的一半以上 美国如果动荡 全世界会怎么样 只有这两个月 这两个 但是这两个月 因为美行情 什么叫做盘整出标股 就是说有一些人 一定要在里面的 你大空头他还在里面 只是做短做场 做哪一档股票 更何况现在不是大空头 才叫做盘整嘛 盘整出标股 你像这样 然后突然间这样 一定跟主力有关系 一定跟业内有关系 一定跟特定的法人有关系 这是没有量 所以他不会每一支 他是金选起涨 所以会有些股票 我跟你讲会有嘎空 但是也不会有 这是主力股 有人买吗 没人买吗 但你如果是业内呢 本土法人呢 因为规定他一定要有 基本持股 法人规定 同性规定 他们持股都要有固定 买到把自己的资金 谁要买到 百分之八十以上 等等 规定的 是规定 所以一定要在里面的 一定要在里面的 主力大户跟业内 外资不算 但是这种行情 外资也砍了 没有那么笨 因为没有量 他怎么砍 那刚才说 一定要在里面 买股票的 就会有意无意 集中在什么股票 而形成盘整的标股 不是每一档 才叫做盘整出标股 盘整出标股 这五个字 麻烦你谷歌一下 以后就有人 帮你解释了嘛 盘整出标股 当然是有点像 业内主力盘 也无仿 总是要有个带头的 对不对 我今天过柜山庸 为什么突然涨上来 最近投信 一直在买长荣 投信在买 因为他要 募集ETF960 00960 所以他一定要买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 今天 今天川普跟贺锦丽 变完的时候 日本股市一度跌2% 按个赞吧 不会少你一块肉 一根毛 那你可以来填表 来听听看 不用怕 其实就是 人跟人相信的程度 我认为这里是多头 如果你认为是空头 我的节目对你来讲 没有意义 但如果你认为是多头的话 入盘整 其实盘整很容易 盘整很容易让你了解 一定不会是什么 台积电 红海 联发科 广达 这个大家叫做F4 一定不会是这四党 那金融股有其风险 因为美国股市最 最近稻穷不怎么样 是在大跌金融股的 只剩什么 金融股现在只有星光金 星光金 在动而已 因为大家在抢亲 其实没有 金融股有它的风险 你没来没去 你都没有动 你要叫别人来买 你要叫谁跟你买 跟你募资 成交量 这样已经 这个盘就是在杀很多 ETF 在杀很多ETF 今年年轻人 0940 我来给你看 你看这 加募集 加募集 现在还在这里 股灾 所以所有的 你有没有最近看到 那个ETF 外资拼命砍 投信也都拼命砍 你知道吗 投信也拼命砍 全部都在砍 这个行情就在杀ETF 而且可能会杀好几年 这是我评估了 因为我看好 美债ETF 我看好 我也跟大家讲原因 原因在黄金 原因在黄金 我都讲过 那黄金跌不下来 美元就可能去破100 最大得利者 因为黄金 2500 2600 3000改掉不去 黄金概念股 长期持有不用怕 对不对 但是呢 美债 美债殖利率 这00940 不是都要 现在正在 我真的不知道说 大家对AI的看法怎么样 美国 美国选举完 也可能一阵混乱 当然未来两年建真 两个月建真章 9月11月15号 11月5号过的建真章 你存这两个月 好好想一下 有些常见多头的话 是回到AI 对不对 还是在原物料 这都没有人知道 因为它的变化会很大 联组会降一码也好 降两码也好 都是利多 就是不会让你跌 你看华尔 就华尔就形容 今天早上的辩论 把它称为四季辩论 四季辩论 不是说辩论的好 你的民调就高 没有 即使美国 美国 来到这里的话 美国他们要选 要选的总统 心里 那个老百姓 心里都有定见了 那你如果有点民调差别 那就算了 你再差一%上下 那个风险太高了 但是你也不能说 这样就没有机会 所以是盘整 所以今天辩论完 我刚才来的时候 这个日本股市跌1.6% 1.6% 韩国跌到0.8左右 可是我们只有跌0.1 今天绝对不是台积电的工 对不对 想想我讲的 注意一下 盘中四季 我是在环宇财经 每天的12点到12点15分 盘中连线是礼拜一礼拜二 那今天早上 有时候会临时 但因为行情不好 有些人就不太爱连线 可能是安逸 我也不知道 请到我就去代班一下 但是固定 这两个是固定 视讯是每天12点到12点15分 盘中是礼拜一跟礼拜二 你有什么问题就问我们 时间跟结构 现在最大的时间就是 美国总统大选 好坏千变万化 但是因为有联准会在 所以不会让它大跌 如果不小心一个大跌 反而是买 但是要大涨也难 大涨也难 这我一两个月就跟你讲了 我以法国股市做比喻 法国股市从选举到选举 这个就是让大家感到害怕 而且 而且今年因为选举年 你看那个德国地方选举是 极右派极保守派的掌控住 像马克宏啊 马克宏就那个法国那一个 我讲的是德国 地方选举是极右派拿到 占多数 马克宏也很乱 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也很乱 也就是在乱 然后以哈 不会停火啦 以哈不会停火啦 所以你最近要看看那个欧运 印价指数看到不会再上来 昨天涨 今天开低 刚才让他又涨了 以哈不会停火 看样子不会停火啦 就红海危机又可能再来 然后呢 乌尔战争 对吧 对吧 现在变成两方 贺锦丽跟 跟川普的政治攻防 川普说 我弟弟他哪有可能发生 乌尔战争跟以哈 我上任之后 马克宏也就停战了 这很复杂 所以美国总统真的很复杂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你就要跟他说想的同样 没有量F4便共 小型股要怎么选 我还是坚持跟你讲 这里会有嘎空的个股 我还是要这样子讲 然后呢 这个图表就又出现了 你看这没有 我们今天去的海运三胸 明天知道 我现在有看到纳斯达克的跌幅是扩大 跌幅扩大是没有多少 早上跌0.2 0.3 现在大概跌0.6 0.7 怎么会在总统辩论完是这样 就这些 然后川普还跟他 今天我谈到 他们两个辩论我谈到一个重 所以重点我认为有机会的 因为川普就让口出嘴巴说 他最重是太阳能的 他讲太阳能是讲绿能的 就是他最重是太阳能 但这次要引射就是绿能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是他的伙伴了 他一定要讲一下 这个电动车 电动绿能这一块 还有贺锦丽一直在打击 川普那个气候的问题 人类气候走到这也要有一个答案 所以川普也不敢这样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突然间打到的共识 就是绿能 绿能 那电动车不一定 因为你现在看电动车 是看特斯拉 那特斯拉最近弄的是什么 特斯拉最近弄的是 无人驾驶 特斯拉最近弄的是无人驾驶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跟公园有关 但没有成交量 3306 没有什么成交量 这一直在盘整 那基本面太好 叫顶天 这后话 后话 但是2497的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是电动车的 可是呢 昨天呢 德国股市的全重股 叫宝马 宝马 宝马 大家都不知道 都跟你说一下 他知道 米兽印号务 你知道吗 那车是什么 BMW 一些南部人都说 米兽印号务 BMW 就是宝马 重挫 财报不好 大众汽车 有的都 都在地方开始观场了 所以 这个就影响 今天日本股市的 这个东正指数里面 日本股市的东正指数 以东正指数为主 东正指数的汽车类股 重挫 丰田 我跟你说 日本的权重股里面 汽车类股是 大的权重 所以日本股市 今天盘中一度跌2% 因为这次日本股灾 日本是有餐里脚的 这样扛拖过来 所以 对汽车类股来讲 长一粒店 这一类的叫做 特斯拉的自驾车 那特斯拉的股票 最近也慢慢在动 所以这个有机会 但也不一定 因为自驾车 自动驾驶 特斯拉最近在搞自动驾驶 但是呢 1522 提位息 提位息昨天涨 有没有 今天就大跌了 因为这牵扯到 日本股市的整车股重挫 比方说汽车这个东西 是有疑虑的 宝马 美金阿英老母 有没有 就影响全世界汽车 汽车产业 所以这样是很复杂 这环境非常非常的复杂 环境非常的复杂 所以真的 真的动不动就 就变抗头 成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机会 当然 就看它内容 股市是看内容的 看内容的 我们也不能说电子完全没机会 我今天晚上回答就大涨了 他说我的Blackwell 那个晶片 没有地缘啊 没有地缘啊 不一定会这样说 对吧 但是会好吗 不会啦 不会啦 我认为不会啦 不会啦 这个 这个就是内部的隐忧 然后经济的政策 有人到现在已经 有人去说 谁当选会通膨 会加征 谁当选会变成通货 这个紧缩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不用怕 我们就这两个月 慢慢做 慢慢把它做 说不定还在逮到标股 说不定还逮到标股 那道琼 其实道琼基础面 还是很好的啦 它还是会在多头均线之上 那道琼公共 这个就是 就是道琼工业里面的 那一些基础建设 我要跟你说 基础建设现在很多 所以锡光子怎么会退呢 这是 这是以标准普洱500指数 里面的电力 纯粹变成 这个是历史高点 这个也是历史高点 这个也是历史高点 这个是以电力为主的 所以当大家近下来 发生说AI啊 在电力上面 是有瑕疵的 不够电 还有基础建设 还有基础建设 那基础建设呢 跟电力就是锡光子 我认为 接下来我们的重电概念股 机会要来了 重电概念股机会要来了 留意一下 因为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因为你现在搞到半天 如果这个 这个费半债一直在这样下去的话 你反弹 又写下来反弹就会成理 你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就比不过 我这个功力 这个费 这个倒穷 纳斯达克 然后标普呢 美国中农大选前 他们国内在涨非电子 非电的次族群 生机类股 都有一些很好的小型股在涨 还有传产 没有涨金融 我高盛昨天中错 因为他们就 这些这个小摩大摩都中错了 这才这是 这是那个 道琼大跌的原因 可是联合健康 我再拿给你看 第一拳中斧 到往第一拳 联恩 联合健康 你看这个 这个 黑尔斯看就知道 你看他还是在历史高点 这就是历史高点 所以你要慢慢体会 我为什么这样跟你做比较 我为什么跟你讲 然后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四五六九 这不是给你足够哦 金属的哦 重金 这个这个金属 相关金属的那个 有点像工具机 对吧 1235 这福茂油啊 这是心态 这没有什么成交量啊 1225 你看看这 这福茂油你看看 做起料的 卖油的 沙拉油的 你看看 历史高点 这起几个杯子 五杯子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会 好那我们继续看就知道了 废半 不怎么样啊 这年限 这随便反弹一趴啦 你都没看到它跌 像这种啊 早就 群的熊市的东西 你要大涨不容易 你休息一下台北高节 早上开盘涨 就跌了 因为这个压下来 这有点像 看到大空头楼 这个看 未来这几天当中 对吧 看可以稍微动一下 对吧 稍微动一下 不要跌破五月份的低点 就还有机会 十月份就是转折 但十月份又没有那么快转折 因为要总统大选 你看新加坡股市是这样 我早上跟你说过 很奇怪哦 新加坡股市是历史高点 泰国股市 东北亚 东北亚 日本股市很烂啊 韩国也跟我们一样 都烂烂的啊 可是这个新加坡是这样 泰国股市是这样 有没有 印尼股市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印尼股市 印度股市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你没觉得很奇怪 对吧 我们要怎么自救 南盘建高手 还有呢 盘整出标股 我刚才给你看啊 那个叫六方啊 有没有 他不是 他不是电子股 这有没有机会 回到我们跟大家讲的 加钱指数 贺锦益跟川普辩论完 日股跌1.6 韩股跌0.8 纳斯达克盘后棋子跌0.6 所以今晚上合理来讲 科技股也不怎么样 也不会大跌 台北股只有跌0.1 我们是不是太好命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跌0.1 那为什么跌0.1 等一下我们就跟大家讲 台积电是这个样子 半年线没有破 好 美国债件这是昨天的 那今天呢 今天是3.7 3.7到3.6 差多少 就是说这个一直跌 这个一直跌 美债就是 这是殖利率跟价格是颠倒的 所以这个一直跌 表示美国债件的价格是在涨的 我再讲一遍 关键在什么 关键在黄金 关键在黄金 黄金一直在高点 你看到黄金嘛 就现在刚才来的时候 好像是2550吧 2500 对不对 那附近 对啊 2500 黄金期货了 现货也是2500的 2540左右跟50之间 它高点是2570几而已 它没有跌 黄金没有跌 美元要涨就不容易 所以我说关键在黄金 那美元现在有一百的大关 美元一百大关 我们先看 所以美债是长多了 中长多了 注意看 所以我们建议你美债ETF 这个拉回就是买了 ETF 挑一档 00741 就美债ETF 常见是中多 注意 你说 这个行情就是在杀ETF 今年热闹的ETF够了 投资朋友 你如果要做ETF 要做这个 要做这个 你要做美债的ETF 待会在这 我们就去海运股的ETF 00960去募资看看 至少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是不是 这个大家搞多久 搞到 说不定年 美国总统选举完 都分争一堆 是美国总统选举完 就是 就是AI就有 就会大涨上来 不一定 因为你基础建设要做好 知道的意思吗 昨天稍微涨上来 被半稍微谈上来 那是没办法 甲骨文业绩太好 业绩 对啊 那么好 让AI有点信心 但是你看那intel 你看那个美超 所以出来分中绩是要还的 你看最近的2382 出来分中绩是要还的啊 这个叫广达 有没有 他这边还是 美超位早就高点在这边啊 他还在过这边 这个就是出来分就是要还的 你看看 美债ETF 这个前几天 这是160几 掉到148 现在掉到139 如果跌破130 大家可以稍微稳定细筋 跌破120 就是可以大量买股票的机会了 现在你普通买就好了 比方说他已经快速回落了 但回落速度太快 反而是有利益多头 反而是有利益多头 这也是160几 然后到昨天140 前天148 又快速跌到139 懂我意思吗 这个标准 今年很多行业盟长 盟长内容在这边 台湾能不能公共事业电力啊 细光子啊 医疗健保啊 那回答还是鸟鸟的 这个都没有什么变啊 这都没有什么变 你要叫他去到什么程度 我刚才说以电力为主的 美国 美国重电为主的 电力就是重电 到我们来到台湾的 就是绿能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你要注意哦 奇怪今天 川普因为 因为他就不要绿能嘛 但是因为他现在跟特斯拉 他执行长什么钱的啊 对吧 所以他一定要在绿能 而且被那个贺锦丽 攻击他 因为川普啊 去上一次当选的时候 就取消了这个气候峰会 因为他不给钱啊 他那个要花很多钱啊 可是现在越看越苗头不对啊 是不是 那贺锦丽用这个打他 川普跟贺锦丽讲说 我最重是太阳男了 那就是绿男 突然就冒出这句话 我有看 我有看 对不对 那就是重电哦 所以所以 所以明天 明天如果一大堆太阳能什么 滑成涨上来 那都是合理的 又是一波 又是一波 因为没什么气啊 他还下来嘛 你看他滑成 1519滑成 也下到整户队了 也差不多要登档 基本面没有 基本面很好呢 好 这个00960航运ETF 这里面 有这些 这些 那这些都有拉回啦 我们也不能否认 这是之前的资料啦 那VDI VCI的是 是还好 这是小幅震荡 不过技术面是翻多的啦 VDI跟VCI的技术面 是翻短多确立的哦 技术面是 台积电是这样扭样子 然后呢 我说以色列越来越离谱 昨天再去炸那个难民 也一口几乎死掉了40人 六十几人受伤 根本不会停火 就是关键是我昨天跟大家讲 加沙走廊 这不是叫废城走廊 这个叫废城走廊 不会停火 所以昨天的上海急运欧陷涨 今天开盘先跌 那我刚才看又涨上来了 红海危机会不会再起 这越拖越久 然后呢 国内的这个 这个00960的ETF在发行 现在没人买了 你有记得就买这新发行的00960 大家的散户都 都慢慢下车那个00的 所以今年 今年你那时候最高点去买ETF 真的是错误的啦 真的是错误 你现在买ETF 买美国债券ETF啦 对 为什么 因为黄金的关系 美行情吗 我昨天跟你讲 有没有 今天呢 有点行情了 今天为什么台北股市只有0.1 就是因为他们涨嘛 至少撑一下 台阶最终到万海 有没有 财报非常佳 他回补这个缺口 明天啊 那海运 海运空运的财报都非常好 他们也不会大跌 我在讲海运空运啊 财报都非常好 华信光 过高拉回 今天震荡 资卷同征 这是基建 大家会讲 4997 4977 今天教授叫什么 重打KR 他也是细光值 本益比300倍 本益比20多倍 你给他一点时间 资卷同征 8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股价却跌 开高走低 但是资卷同征 今天旁要看他资卷怎么征 有没有 可以博一把 我说小型股啊 你这不会只有在电子股啊 对不对 六方就不是电子啊 是金属的啊 金属 金密金属的 做金密金属的 美食 因为他8月营收 是一月前 那应该重挫啊 一时一下而已 一时一下而已 这种生计 都会出现这样的架构了 因为他们 着眼之后的 是不是 有时候就会先缩 然后在业绩再报 因为他们有并购 所以你不用怕他 这个业绩会缩 因为他们一直在 并购要先开机 但是你那个 那他们还没收进来的时候 也就会越减 你要先支出买东西 买了以后 那个加进来 他的营收会扩大 对不对 所以不用担心 意识一下 所以前两天要涨 起来等而已 但是呢 保瑞呢没有跌 保瑞今天没有跌啊 有没有 保瑞今天没有跌啊 有没有 平盘啊 没有跌啊 有注意 好 那药华药 这长线多头也没有变 是该轮到他们了 如果货柜山雄有机会 投资朋友 我们最后再把这个东西 停在这个焦点上 其实最漂亮的是 6446的药华药 一直在长线多头 整理而已 那今天呢 面对这个 那今天晚上 你看盘扣是这样 对 那日本股市一路重挫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这个 明天的这个 因为今天是被 美食的影响 越减 清潜的这个 起起来等 他没差 明天在这 明天这个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漏放了一档 3086 说黑悟空概念股 3086 我们在这边讲的 黑悟空概念股 今天去创新高 历史新高 有没有 黑悟空 叫做叫做什么 叫做华裔 所以说 你要赶快来登记 填表 一定都有东西 量说 出标股 什么东西有机会 量说 出标股 赶快去填表 说不定就被我 拿捏到了 量说出标股 你把这几个字 谷歌一下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货柜山雄在动 会不会回到 这个结构 红色的这些 我之前跟你讲的嘛 3086的游戏 那个游戏概念的华裔 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明天会轮到这个 这样讲太阳能 应该讲绿能 会不会是在重点这一块 生计呢 今天频频 今天频频嘛 你就只有 就只有因为 一期就有美食 的那个 那个 那个八月营收 越减 影响 可是这里 对立下来的海运 居然在动 那如果这样 慢慢集中在一起 就不是电子股那一些了 而是特定的小型电子股 我们锁定的是细光子的 华星光 跟 八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IC晶片 叫做 2388的 微生 大家拭目以待 台股新攻略 祝福大家 赶快来登记 我们的免费的会员影音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 更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